好 最新消息来看到的是 行政部门开发各种便民的APP 不过有一些APP很冷门 根本没有人会下载 像是财政部还有经济部 而这也让两部门的首长非常的尴尬 而现场最新情况 赶快连线给记者邱盛文告诉大家 盛文 好 主播就是带你关心 很多人眼睛一睁开 就是拿手机来这个行动上网 使用的是APP的程式软体 不过呢 其实过去两年 行政部会呢 也花了5200多万 来制作108个APP程式软体 不过呢 却被发现 其实这个APP软体很多人有常用的 但是也有冷门的APP 就像这个财政部呢 就被公布 这个国税局的APP真的很难用 不过对此呢 这个张慎和他却一头雾水 他说什么是APP啊 APP我没有用过 我是 是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APP啦 是我儿子帮我下载的 LINE是不是 对 我就是用LINE跟儿子聊天啦 其他的都没有啦 现在国税局的APP程式啊 很冷门的 包括经济部的像是行销 要禁啊 还有财政部这个国税局的APP 还有内政部应件署都是比较冷门的 那么外界也很关心 那么我们的 这公堂纳税钱这样子花 究竟值不值得呢 以上一次立法院最新状况 时间尽头 再一个公内直播 MKP 好 我们谢谢声闻帮忙的最新情况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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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